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习了一下赛神的工作机制 对不对 了解赛神的工作机制 对赛神的应用是很有帮助的 这节课我们就看一下赛神的应用 对吧 怎么用赛神来跟踪变量 对吧 咱们实现操作 它的操作比应用cookie还容易 其他俩的应用起来都是很容易的 没有任何难点 听懂吧 所以说最主要咱们学习绘画的就是 学习它的什么 应用的实际 应用的原理 而本身的技术上没有什么难点 对吧 也只需要几个函数 一个圈具变量就可以搞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30年应用我们怎么用呢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叫做万点PRP的一个文件 看看这个文件好吗 嗯 我们把它打开 第一步必须得使用什么 要开启绘画 赛神 为什么一定要开启这个赛神 为什么要开启呢 因为只有开启赛神了 咱们才能调度PRP的一些运行赛神的机制 才能够往服务器的赛神文件里边存东西 不开启的话我们是用不了的 而这一步呢 cookie则不需要 不用 对不对 赛神用 所以一定要记住 学赛神第一步要会开启赛神 那开启赛神怎么用什么呢 很简单 一个小函数 赛神start 就是这个小函数就可以了 嗯 赛神start 那我只要一运行这个 那么就开启了赛神 来我来访问一下 你看一下 在这话 我们访问一下 呃 万点PRP 虽然什么也没输出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一个动作 里边运没运行赛神start的代码 运行了吧 那运行赛神start的代码的话 他默认现在是干了两个活 哪两个活 看一下 按照咱们前面图说的 第一次访问 塞神start的时候 记得 听好这个原理啊 第一次访问 塞神start的时候 他会向什么 向客户端发送一个塞神ID 保存到cookie里面去 听什么 所以说他前边能有输出吗 塞神start 前面不能有任何输出 知道为什么不能有任何输出吧 因为他跟赛的cookie的函数类似的 你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他是不是向客户端保存一个塞神ID 保存到哪 保存到cookie里 对吧 而咱们赛的cookie是不是走的头信心 想用头发过去的 塞神start想把塞神ID保存到这里边 也是走的想用头 所以头函数前面能有输出吗 输出是第三部内容对不对 是对于HTB协议来说 对吧 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 塞神start前面不能有任何输出 明白 然后 这个函数 向客户发一个 塞神ID保存 保存在哪 cookie中 这怎么能看到啊 你看啊 我们打开这个 localhost 里边的1.peerp 就这么一个函数 我们ctrls一下 调刺出HTBwatch 对不对 嗯 运行一下它 再刷新一下 我们选中这次的get请求 您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客户的响应的时候 嗯 对不对 其中 响应的时候 投信息 开的 啊 是吧 刷新 这有个原来的 你看后边有没有一个 这个就是到的 是不是在库库里里边已经保存了一个叫什么 prp 这个鼠标的发现太长了 我把这个拉过来 因为原来的数据我没有清楚 对 图灰数据是不是还有啊 对 那这话是不是在库库里边有保证圈 php 塞神ID 是不是这是后边的一堆数字 这是这个塞神ID值 嗯 对不对 就发到客户团保存了 对 不光是在客户团保存了 按照这个图的原理三十四大 嗯 还在服务器端建了一个同名的三十文件 对不对 这话 就是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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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 服务器中 怎么的 创建一个和保存在客户端同名的塞神文件 是一个文本文件 听懂吧 用来保存服务器信息的 是不是这个事啊 嗯 对吧 那既然保存文本文件了 现在我在这里边已经有文本文件了 对不对 那使用什么三十四大必须的啊 这开启除了这个的话 还会怎么的 调度 什么 PRP的什么 一些机制 使用塞神 是不是 这都是三十四大的活 当然还没干完呢 知道吧 然后我们既然开始塞神调用机制了 然后 怎么往塞神 咱说服务器团是不是建好一个文件了 对 怎么往塞神这个文件存东西呢 嗯 存内容对不对 对 那使用 这个数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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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谁啊 刀了符消息 这个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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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组 什么数据啊 超全局数据 对不对 对 这个数据呢 跟普通的数据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当然它具有超全局数据机制 在函数里边什么都不能夸函 第一机制 对不对 平时数据怎么便利 它就怎么便利 平时数据怎么加值 它就怎么加值 嗯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呢 它既然是加值 我只要往这里边 sé SI 3ち 例 1 1 4 6 6 3 6 7 俊 8 7 7 10 6 6 7 也可以 比如说这里边联系方式 我就联系 对不对 里边可以写什么 imile 你看 平时数字怎么用 就怎么用 对不对 妹子 chirleyaa.com 对吧 se sln 三声里边 这话 来一个联系 方式 电话 phone 妹子联系电话 119 对吧 你看是不是跟普通的数字 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那只要你往这个数字里边传值 对 那有个数字不就这个页面又有效吗 那是其他的数字 这个数字跟别的数字不一样 你往这个数字里写 写值 那绘画这种机制 PP这种机制 就将你保证数字的值 格式化序列化之后 保存到哪里去了 保存到你这个用户 对应的三声文件里去了 那下节后 再给大家看这个文件 位置在哪 文件内容长什么样 它是将这数字序列化的内容之后 存到这个文件里去了 明白的意思吗 明白 那和普通数字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对 普通数字是存就在当前的内存里边 对不对 他不仅在当前内存里边 还把这数据存到了 他对应的文件里边去 对 是不是意思 嗯 那 然后我现在只要一刷新 这个 对吧 客户端已经见了30ID了 然后服务器端怎么着 有一个通名的 对吧 有个通名的文件了 对不对 然后文件里边是不是又存了这些值 对 不一定是数据这个 而是数据什么 串形化后 字幕串的格式 进去的 对吧 那如果我现在再开一个文件 看 兔点 皮尔皮 是不是又开了一个文件 嗯 在这个文件中 看着 在这个文件中 那么我们还得必须开启 塞身 对不对 必须还得开启塞身 那这个再开启塞身的话 啊 每一个都 对 每个页面都要开启塞身 只有开启塞身 才能使用塞身这个机制吗 对不对 别忘了给开启 但是这开启的话 那如果按照咱们万点皮尔皮 这个文件去说 向客户端发动一个塞身 爱地 对吧 然后呢 服务学代的创建文件 那你讲一下 是不是就麻烦了 如果我访问万点皮尔皮之后 我再访问兔点皮尔皮的时候 如果还执行第一个页面那个过程 再新建一个塞身 爱地客户端 那用户端 比如说记卡号 你来一次给你个ID 来一次给你个ID吗 不是 那这个塞身ID会怎么办 会 这话 会 判断 什么 客户端 是否有了什么塞身 爱地 是否已经有了 因为放在库给你塞身 爱地是带过来了 对不对 而且塞身 爱地的变量名叫 皮尔皮塞身 爱地 咱们刚才在这个地方上看到了 是不是叫皮尔皮 SESID这个名 对不对 如果客户端有了这个塞身 爱地 变量名为就是皮尔皮 SID 再看一下 因为这名称 则是在配文件中可改的 SESID S 如果变量名为S SESID 对不对 他知道了 SESD变量传回来了 对不对 把库给我传回这变量 那是不是证明就有塞身爱地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 直接使用 这个 塞身 这个 SES 塞身爱地 怎么的 开启会话 就不会再创建一个新的 明白意思吗 所以说你在访问这一面的时候 客户端已经把乱点 皮皮皮 那个塞身爱地是拿过来了 他一看拿不着塞身爱地的 他再开启 就不给新配分配这个了 就用这个了 就像第一次去建设房 你办卡 给你分配卡号 对不对 第二次 你是不是拿这卡号让他去查 他就不再给你办一次卡了 是不是意思 对 那 也就是他不会带什么 既然他不给你分配笔了 那就怎么办 然后直接找 然后直接找也不新创建文件了 对不对 对不对 直接找这个同名的塞身文件 就是那个塞身爱地同名的 就是那个塞身爱地同名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第二遍就是使用了 明白这个意思啊 然后在这一面我们就可以干嘛呀 你看在这一面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了 大了不下号线 SESL Session 就可以直接从这数组里边 我们想取什么值 你可以随意的取的 明白意思吗 比如说我这块想输出一个用户名 怎么办呢 直接爱扣一个大了下号线 Session 里边有个是不是有一个优势内容 那时候全曲 这是单独的曲就可以了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这个 这数字是空的 那我们看一下 空的应该是我们塞身爱地有可能没全通 对不对 是不是我这块没接受过 是不是上几天他们的关掉了 所以这里边我们得开启 对吧 那我就得再往下万点特别 咱说后期的解决关闭塞身 怎么应用 对不对 现在就借助于扣的 什么 COOKE 然后我再访问一下 出点第一 你看是不是这些值都有了 对不对 电话数数 二位数数 对不对 那同时这个页面 我也可以再保存 因为它就是数数 可存可取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上面拍三十四大之后 我就可以随意的保存了 当然这个虽然没有分配 新分配 但它前面也不能用输出 只要三十大 才能不能输出 它处于设置头函是这一部分 走的都是第二部分 比如说在这边 我在大陆 下方线 SES SES ION 我里边保存一个ABC 等于哈喽 你看 当前一面就成效 我刷新一下 坐一面 里边是个个ABC 哈喽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三十年的应用 是不是非常的荣誉 就是一个三十四大 然后借助于这个速度 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我们是不是也一样了 对不对 那再有三身怎么销毁呀 对不对 那Cookie咱们说了 删除Cookie咱们是一个一个扇 对不对 那看三身用一个一个扇吗 比如说THAE3.P 我们现在删除三身 只需要几步 开启 看一下 那首先我得把这个用户名 比如说拿出来 对不对 删除下方线 对 第一步必须得开启 这是一样的 它跟第二步的开启 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开启 只有开启才能使用 删除下方线 三身这个速度 开启 规划 三身 对不对 那就是SES 三身 这块必须开启 对吧 当然了 我要想说出什么用户名的话 我肯定得先干嘛 先把用户名 这部是多余的 就是把它拿出来而已 待会下方线 塞上 如果一会清除的话 它就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Your surname 对吧 这部是多余的 可写可不写 对不对 多余 多余的余 多余的 对吧 不是咱们要开发的步骤 这是咱们第一步 对不对 对 第一步开启了 第二步 你是不是得把服务器团 保存那个文件中的内容给清空吗 文件中内容清空 就意味着把数组清空 把三人数组清空 对 你把三人数组清空 那三人数组对应用户的文件内容 是不是就清空了 对不对 怎么清空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来 比如说大陆小姐 SESXLN 三身里边的什么 user name 删除数组的 你这样不算清空 这算清空吗 这是有变量银 里边只是为空 对不对 所以怎么清空 你可以这么做 什么 U UNSIDE 是不是删除数组里的成员 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清空 对吧 但是千万别这么做 这样的话 你把三人数组都干掉了 对不对 那就麻烦了 所以别这么干 你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清楚 对不对 但是麻烦 你没发现吗 我想清空数组的话 我这样 SESXLN等于ary 你看 是不是三身的里边 所有内容就全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就可以删除 什么 数组中的所有内容 那即 SESXLN 对应的 这个用户 文件的内容 就空了 是不是 那文件内容空了 这个是第二步 对不对 这是第二步 这上面第一步 对不对 那这个文件 是不是还在 只是文件内容清空了 对不对 对吧 先清空 对吧 不然的话 清空这会儿 不光是 咱们说了 那直接删除文件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这个清空除了文件 那种清空 它还在内存中清空了 就用不了 这个意思 对不对 不然内存还用 然后怎么办 要怎么办 彻底销毁 这个把内存中临时的 也就是应用的全面 对不对 然后彻底销毁 销毁 对吧 那怎么消费的 看一下 只要使用 SESL 塞身里边的 DESTROY 塞身 Distory 这是一个系统函数 什么参与都不用出来 这个 他就可以彻底 把复习个案 跟这个用户有关 全部删除 包括文件 全没了 只要那个文件 没了 对不对 只要用户对应的 这个文件一枚 是不是就都傻了 对不对 那除了文件里保存 是不是客户端还保存 这个塞身ID呢 对吧 客户端保存塞身ID 怎么办呢 看一下 我们这个应该叫做第四步 第三步 我们可以怎么办 要删除客户端 谁呀 Cookie中的什么 塞身ID 用这意思吧 那塞身ID 咱们知道 在Cookie里边 咱们是怎么保存的 是不是这个塞身ID的名称是这个 对不对 变量名是这个 咱们用塞身 不可以删除变量名 是不是这就行了 这这是可以再配合 一种改的 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你看 在万或者兔里边 比如说在万里边 怎么输出 SESF 塞身内 这个我们可以读出塞身的 塞身名 就是往客户端设置 Cookie变量名 用这个可以盘断 你看 看你的 说法 万 第二 你看 是不是就是这个名称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用谁 对 塞的Cookie 咱们前面刚学过的 对不对 这里边就可以用什么 名字 塞身内 是不是就这个 变量名 那值是空的 就行了 时间 Time 减 随便写个值 不一定366 对不对 然后别忘了 服务器的像客户端 304大 Cookie 客户端发送 30ID的时候 是让它从根开始 全有效 所以删除的时候必须加上 里面是不咱们前面都没有 判断Cookie 里面有没有这个变量名 如果有这个变量名 证明我们是基于Cookie的 30ID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就可以了 这是删除的几步了 然后输出 比如说前面的 用名 怎么 再见 谁呀 大老虎 优势 美 来 我们这个看一下 现在访问 兔一面 你看 商店出去 看这也行 看行 是不是这些细节 我现在的访问 死位一面 THR1 死位点PT 再见 妹子 对不对 然后再回到兔一面 兔点PT 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个ABC 哈喽 ABC 哈喽 我这里边秘存的 三声里边 ABC 哈喽 这个处理 这里边是删除了 访问这个文件 又新给我们加进去的 对不对 所以说能确认出了 那我再访问一下 万 点PT 对不对 是不是又保存一次 再访问兔点PT 是不是又一次 再访问死位 THR1 2 1点PT 又删除了 对不对 这就是 三声操作的全过程 怎么开启 怎么加值 怎么取值 所以拥用起来 是没什么难过 就这么写 对不对 但是大家肯定还有一些疑问 对吧 一些细节的东西 那这些疑问呢 咱们在后边的课程 给大家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的手册 这些介绍 怎么读取 怎么销毁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叫到这里 有关Session的更详细的信息 咱们后边的课程再详细介绍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对合一顺 我们下期的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转发计